好,大家晚上好 那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 德德CMS返账的一个实战教程 这一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德德CMS的一个内容模型管理 那么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德德CMS的话 这个模型概念是涵盖了我们所有对信息内容的一些管理 比如说你新建一个模型可以用来做下载 新建一个模型呢,用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都是通过我们模型来处理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localhost麦子德德 我们登录后台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内容管理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 好,那么我们在核心的这一个部分 核心的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频道模型 频道模型下面呢会有个内容模型管理 好,那他现在默认的话会有这么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到首页去看一下 我们首页的话也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那像这些是外链,这些是外链,然后直梦CMS也是一个外链 好,然后技能提升,跑到百度来了 那是因为我们上一次课程讲课的时候把这个给改掉了 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是商品 商品,商品这边有个商品销售 对不对,一个是类似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得的CMS是做内容管理系统的 所以说他商品销售的界面或者是其他像这种加入购物车之类的等等 都是比较丑的,比较丑的 然后有一个软件下载 有个软件下载,那比较丑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用来做内容管理系统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用我们得的CMS来做购物系统 因为一是他不够专业 二呢是怎么说呢 反正大家记得我们得的CMS是用来做文章管理系统的 像商城啊,论堂啊 这些东西都不要用我们得的CMS来做 好,再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软件下载 好,软件下载 看到没,我们列表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里面的内容这些东西是可以不一样的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图片集 账长图集就是一个图片集 就是这样子一个相册的概念 可以上一张下一张 还有可以自动播放等等的一些功能 然后有一个就是普通文章 普通文章就是这个 网页的一个基础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样子就是一篇普通的一个文章 对吧 好,接下来就会有我们的一些专题 然后有一些分类信息 好,这些专题跟分类信息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1,一个是-8 所以说这两个的话都是系统默认的 这边有个自动启用固定项目 像专题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固定项目 然后像我们这个分类信息的话 我们进去查看一下 分类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也用不上 一般情况下也用不上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看一下分类信息 它会有这么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查看一下 它们在前台的一个样子 好,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属于一个分类信息 就有点类似我们的 类似我们的一个环页系统 环页系统 当然我们这个分类信息 只是一个类似这样子 就是有地区有类型 有类型的这个东西 但是像这种分类信息网站 像58同城 还有我们港集网之类的 都是叫做分类信息网站 但是我们得的CMS 也不是专门来搞出一个的 所以功能是挺多的 但是如果说你都要用的话 会显得非常别扭 所以说大家用得的CMS 一定要记得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内容 什么叫内容呢 就是这样子 文章类型的 就用我们得的CMS 还有下载也是可以做一做的 图级也可以用用 商品分类信息都不要去用 都不要去用 如果你用起来到后面的话 辛苦的是自己 比如二次开发不好开发 能源扩充进来 还得进来学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说分类信息 商品销售都不要用这种东西去做 好 那这是一个分类信息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 有内容模型管理 现在是有这么几个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 我们就来看一下 新建一个模型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好 我们来想想 我们什么东西需要新建呢 好 我们商品有了 软件也有了 图片也有了 还有一个普通文章也有了 好 那么我们想新增一个模型 是干什么用 好 嗯 我们想想啊 新增一个模型 这边会有一个频道ID 好 像这种既有微信的 什么东西的 他这边已经 呃 前面这两个一般情况下 大家不用去改 好 不用去改 我们要改的是这一个频道名称 还有一个附加表 好 那附加表的概念 我们也来看一下 好 什么是附加表 之前我们讲书记库 这一个信息相关的时候呢 附加表也转 讲过了哈 我们是得的CMS 应该是这个啊 像这种情况下 ADDOWN 前面是以ADDOWN为开头的 都是我们的附加表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的普通文章 对不对 是我们的这一个普通文章的一个附加表 然后这是我们图片集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分类信息的 然后这个是双程 就是等等这些东西 好 那么 我们呢也来建立一个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之前是有安排一个课程 是讲我们二次开发 开发一个我们这一个FAQ系统 当然我们用这种形式也是可以做的 用这种形式也是可以做 好 我们讲这一个二次开发的后面那个实账项目 是为了大家能够自己新增一些功能来使用 是那个目的 那么我们现在是跟大家说我们得的CMS熟练之后呢 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纵使你比如说你压根就没有编程的一些 这种经验 也是可以用我们得的做很多事情的 好 那么来看这边的话 我们就叫做在线问答 OK 然后我们叫ADDONFAQ 好 我们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的话会有模型的一个性质 如果说为系统模型将禁止删除 此选项不可更改 好 对于独立模型 系统强制创建制端 AID Type ID 还有一个是SENID 就是我们的一个文章插入时间 还有我们标题 MID还有我们的这一个频道 那独立模型的文章呢 必须点入栏目进入列表才能管理 好 什么叫做意思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做一个FAQ的话 它是一个文章类型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边普通文章 可以编辑一下来参考它这个东西 对不对 它是我们的一个系统模型 系统模型的禁止删除 什么是禁止删除呢 就是这一个 如果说我们选择系统模型的话 然后来选择删除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系统模型不允许删除 就是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也可以让它是一个系统模型 不让它删除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自动 我们看一下自动 好 自动的话 其实也是这么一些东西 也是这么一些东西 好 那么我们现在是做一个在新问答系统 所以说我们可以 这个地方也变成FAQ吧 好 就是article 加上一个名字的标识 就是加上这一个 这样子我们做模板的时候比较好做 好 然后我们也让它是系统模型 是否支持会员投稿呢 我们选择不支持 好 我们FQ自己自问自答 然后会员的一些投稿级别七七八八的 像这一个会员稿件 什么进入未审核 这些都是跟我们投稿相关的 所以说都可以不用 都可以不用去设置 投稿标题的一个使用名称 标题的使用名称 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东西啊 投稿标题 好 使用名称 这边叫做信息标题 那我们也没投稿 所以说这些我们也可以不用 默认栏目ID是 以投稿 唯一性结合 可以用模型设计 自定义表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默认栏目ID 这边显得0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使用0 投稿既有唯一性 因为我们也有投稿 所以说都不用 好 档案的一些发布程序 然后前台会员的一些发布程序 我们都不要 都不要改 因为我们是一个文章类型的 所以都不改 我们点击确定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成功增加一个模型 好 然后在我们的内容模型管理 可以看到 我们会多出来一个在线问答系统 好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 这边还会有一个自断管理 对不对 自断管理 我们选择这边的自断 好 这边的话会有频道ID 好 然后浏览权限 会员ID 等等等等 所有这么些自断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FAQ的话 也是需要一些单独的自断 也是需要 一些单独的自断 那么下面类处的自断 是附加表自断 除此之外 它还包含主表的所有信息自断 好 那这是里面是主表的信息自断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文章表的这么一些东西 好 就关掉啊 像这些 像这些里面的一些自断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 这个是打开我们分的信息 我们打开错了 然后我们应该打开的是普通文章 编辑一下 然后选择自断 好 我们呢只会有一个body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只会有个body的一个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库有没有多一个表 刷新一下 然后再打开 好 我们数据库这边就会多一个表 对不对 那多一个表 我们FAQ的话 什么情况 卡住了 好 这是我们分类信息 我们不需要用这一个 然后我们打开 这个 然后我们编辑的应该是在线问答这个东西 然后再点击自断管理 我们呢也需要增加一个自断 然后让它自断的表当提示 我们这边叫做禁止修改 现在自断 好 这边会禁止修改 那我们这边叫做文章内容 那我们这个提示文字呢叫做问答内容 好 然后自断名称的话 我们也用body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系统自动生成表端自动 自断 已在固化的 已经在固化 已经固化在发布表当中自断 我们直接选择这一个 好 选择这一个 它会自动给我们加上这一个自断 好 然后全台的一个参数 自当可以在列表模板中获得 好 自定义自断仅能在模板中形式 启用 好 查询并慢 像这一个的话 自定义自断默认 呃 仅能在文档模板中显示 那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副表当中的自断 默认是只能在文章详情页 好 默认的话 我们是只能看到这 在这个地方获得的 如果说你要在次断 可以在列表中获得 好 可以在列表中使用 什么叫列表中呢 假设说网页基础 好 这个东西 假设说你要在类似这个列表中显示的话 你就必须勾上我们这个东西 好 然后前台投稿及采集规则禁止使用本子 但这个的话就是投稿跟采集使用的 好 你自己可以看 那么我们FAQ的话就不需要不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这个去掉 然后内容是需要分页 我们也不需要分页 然后这边会有个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的话 大家是选择 因为我们是一个问答内容 所以点击html文本 然后这边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选项 大家可以每一个都去试一下 每一个都去试一下 默认值最大长度 我们都不填了 自定义表当 然后自定义表当的话 一般情况下也不用 我们这边选了这个之后的话 文系统已经生成了一个东西 如果说实在满足不了 你再在这边生成 再在这边生成 好 然后这边会大一255为test类型 那我们肯定就是大一 好 我们test的类型是65535的一个存储空间 好 那我们也是这么写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创立好了一个自定义的一个模型 创立好了一个自定义的模型 好 创立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来使用这个东西 怎么来使用这个东西 我们这时候呢 要在栏目管理这边添加一个顶级栏目也可以 或者是你加到别人的下面也可以 那我们添加一个顶级栏目叫做在线文答 好 然后我们保存的目录让它保存到FAQ里面 保存目录 我们直接这样子可以吗 如果说忘记了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东西 我们点击更改对吧 好 这边是这么要填的 实际说我们也需要这样子来填 我们让它呢 在FAQ 文件的保存目录放到FAQ里面去 然后它呢 是一个最终列表页 或者是频道封面页 或者是外部链接 之前已经讲过了 大家去理解一下 也很好理解 频道的话就是不能发布文章的 列表就是可以发布文章 然后他们的这一个模板可以不一样 模板呢 在我们高级选项中可以不同的设置 好 不同的设置 那我们这一个FAQ的这一个在线问答的模板 我还是用默认文章的这一些东西 好 文章这些东西 好 其他的不变 我们SEO标题改一下 也不改吧 好 这边改一下 叫做问答 好 描述自定 自定义问答模型 是这么一个回事 然后栏目内容的话 我们不填 直接点击确定 好 我们创建了一个 这一个在线问答的一个文档 然后我们增加一个子类 增加一个子类的话 就比如说我们是针对 JS的一些问答 然后我们就 好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们不要把这个给改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 好 现在我们文件的一个保存目录 好 文件的保存目录 我们让他保存到我们CMS 好 他这边选择是根据上一级 好 我们刚才是根据上级 所以我们上一级这个 我们这边就不用改了 好 我们在这边写则 写 写个JS 然后最终类表页 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刚才说过 这边需要改一下 这边需要改一下 我们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确认 好 改完之后 我们再把这边给改一下 好 我们是放到FAQ下面的一个JS里面 好 完成之后 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 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 然后现在我们来添加内容的时候 来添加内容 比如说我们新增一个普通文章 它的一个栏目的话 就是在哪里 在线问答新增文章 这个新增文章 我们是应该没错 在这边 在这边 在线问答 它是放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是选择的是类表 所以没有显示这样子 我就 我们也把它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频道模型 好 变成一个频道模型 我们现在发布的文章是普通文章 因为我们这一个内容模型 它默认继承的就是我们一个文章的一个模型 默认继承的是一个文章的模型 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我们现在发布一篇文章 在线问答 好 我们选择栏目是在在线问答里面的JS里面 这边选择关于JS的在线问答文章 好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再生成这个部分 更新一下所有栏目 然后再更新一下所有文章 其实可以不用更新所有文章 我们可以更新这一边的在线问答的模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卡一下主页 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好 这边会有一个最新更新的有一个在线问答 在这边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FAQ 对不对 现在的话我们所有东西都会放到这边来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是频道 因为我们频道没有给它做文章之类的东西 所以它没有生成 然后我们更新栏目更新文章都已经更新了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JS 点击2016再点击这一个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生成了一篇文章在这个地方 一篇文章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是会生成一个列表的 然后我们更新栏目内容 我们在这边在线问答 生成HTML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生成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频道页 所以这样子 然后列表也生成了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内容模型的 这一个概念 好 一个概念 当然我们内容模型也可以直接复制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边 好 这边有个复制 直接点击复制 好 然后这边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普通文章18 频道标证 我们叫做 新闻 然后我们add on news 新闻 模型 好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直接复制了一个字段也是一样的 也是有个波底在这边 然后我们在内容模型管理这边 也可以看到一个新闻模型 好 然后呢 模型大家也可以去导入 还有一些联动列别管理 好 大家自己去玩一玩 好 主要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模型管理 模型管理最重要的话 还是我们这个自定义字段 好 你可以任意添加你自己想要的字段 好 比如说我的详情页不止一个 那我们就 呃 比如说我们详情字段不止一个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呃 填写 Body1Body2 我们有好几个内容 对不对 好 那这是一个内容模型管理 好 摆买这个内容模型是一个比较难的概念 但是我们只要学会使用它就可以的 好 只要学会使用它就可以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一边 好 大家去熟悉一下我们内容管理模型 好 这是个重点 重点的话 还是去玩一下那一个自定义字段 好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听见